来关注俄乌战争 正当俄军大规模空袭乌克兰中部城市乌曼 在俄国吞并的克里米亚 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 一座油库爆炸起火 索性没有人受伤 当地市长拉兹沃扎耶夫指出 初步怀疑这是无人机袭击造成的事故 油库星期六突然起火之后 拉兹沃扎耶夫在及时通讯软体 Telegram发文表示 由于涉及庞大燃料 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扑灭火事 尽管如此火事没有影响到民用设施 现场也没有传出人员伤亡 至于事故起因 根据初步信息 火灾是被无人机击中所引起 自从俄军去年二月侵略乌克兰以来 塞瓦斯托波尔就曾多次遭受空袭 俄罗斯官员都归咎于是乌克兰所为 不过针对最新的油库爆炸事件 俄军至今还没有回应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